中共到底是什么东西 为什么我们的人民 部分人民 曾经受到他的欺骗 哄蛮欺诈 甚至于把它当成革命的 把它当成进步的 第一 一百多年前 西学东建 西方的进步学说 科学技术 开始传到我们中国 我们中国人认为 所当时的中国人 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认为 凡是西方来的都是进步的 因为我们自己当时 没有能力来判断 从西方传到中国来的 就是西学东建 东过来的 任何思想 理论 科学 技术 究竟哪个是进步的 哪个不是进步的 甚至是反动的 我们没有能力判断 所以把马克思主义 这样一个在19世纪 极其反动的思想 理论 革命和运动 都把它当成是进步的了 所以我们少数的 可以说 渲养不深的中国知识分子 把它当成的 救中国的一个 良药 这本身就是历史的悲剧 是我们中国这一百年 遭遇中共 七十多年统治的 一个关键的来源 第二个问题 中共的革命 居然在中国成功了 它当然有各种方面的原因 它有许多原因造成这个成功 但是有一点 这档革命成功以后 它居然在中国大陆立脚了 并且到今天为止已经统治74年 就要满74年了 跟苏联统治差不多时间了 那么我问 为什么 到今天为止 我们仍然看不出中共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那是因为什么 那是因为 我们看不懂中共 就多少年来 我们看不懂中共的革命 到底是什么革命 我们看不懂中共的政权 到底是什么政权 我们看不懂中共的政府 和中共的国家 究竟是什么样的政府和国家 我现在告诉你 我也研究这个问题 我也和许多朋友们一样 今天认为它是这样的 明天认为它是那样的 都没有找到本 对 对 这些问题我们都想过 这些问题讲的都对 可是这些问题都没有回答 中共究竟是什么东西 是 它的本质就是我所讲的 从国家和政体的关系上来看 中共在中国 不是国家 国家中国从来就有 它并没有创造一个中国出来 它在中国的北京 只不过是建立了一个政权 而这个政权是 根据中共带来的政体 的制度来建立的 这个政体是什么 那我简单地说几句话 一 中共49年代 中国所建立的政体 是对莫斯科 那么如果我们看下这些 Famic 这就是窦 我们在世音 这个 toccollo erzäh�ה яд infect 我们在世音 计量 出现 好 余